歡迎收看吳宋式 好了 沖繩的其中一個特產是水雲 這個水雲在日本來說 它的產量是佔全國的80-90% 很多人都會用這隻食材來煮食 包括是家常料理 甚至乎是餐廳 都很經常使用 特別之處就是它 水雲大家知道它有一點滑滑的 但是這隻它特別之處就是 它滑滑的 滑滑的之餘 它還有口感 好了 我們這次就介紹怎樣做這個水雲 其實水雲的煮食方法很百搭 你可以拿去炒 拿去炸 拿去蒸 拿去拌 這次我們示範兩個食譜 好了 第一個叫做水雲醋 就是說水雲浸在醋裡面 是一個凍的小食 然後第二樣會用到水雲的 都是一個比較家常的食物 這個叫做水雲味增湯 即是麵糞湯 都是用到水雲來做調味 所以水雲的煮法配搭都很百搭 還有一樣東西講漏了 水雲有分為生水雲 還有一些叫做已經預先處理好的水雲 假如大家是叫回來 或者是正常在日本買回來的水雲 基本上是未洗過 未出水 甚麼都未做 即是叫做生水雲 生水雲你拆開 拿出來用的時候 你需要飛水 沖散 洗沙 這些步驟才能吃得 但是這隻package了的水雲 它已經免除了你的麻煩 即開即用 非常之簡單 我們只需要將這個水雲配搭 做我們另外一些食材就可以了 好了 我們事不宜遲開始了 這個醋水雲是我們做好之後 可以放在雪櫃裏面 冰住它都可以的 首先這裡有些昆布木魚水 即是出汁 我已經預先將它分了大約120ml出來 這裡是我們醬汁的其中一份的份量 我們會把醬汁和醋放出來 浸著水雲 然後這些有剩的怎麼辦 有剩的用來做微增湯 我們這個時候就將這些出汁 即是昆布木魚水 全部倒進鍋裡 好了 我們將適量的拿出來 份量就很隨意的 其實它有點像海草 法菜那類的東西 看你想吃多少 其實我覺得這次我可以用到半包 剪做喜歡的大小 有時買回來的東西 就是可以預先買一些時間 不用自己沖 不用自己出水 這個蔥是用來灑在麵豉湯上面 OK 好了 然後我們準備好一些水雲之後 我們拿一半份量做這個醋水雲 第一步就將8.2毫升的出汁 即是昆布木魚水 加進這個碗裡 加完之後你會發現好像全白了 不漂亮 其實我們還要調味 如果是跟這個份量 我們是要 如果是跟這個份量的話 這個出汁會佔了8份 然後其餘的部分就是加一個湯匙的味淋 薄口醬油 醋的份量都是一個湯匙 即是說8比1比1比1 全部都是這樣做 這道東西就是我們那個 醋水雲的汁的份量 用多少多少就很隨意 你可以試試味 嗯 OK 就拿一半就拿去浸 浸著它們 我們蓋上蓋子 或者包好它 雪櫃 先冷凍它 好了 下一步就是做這個味噌湯 味噌湯就很簡單 我們只需要味噌和出汁 白味噌 假如你要用黃味噌 紅味噌 7呎尺味噌 都沒有說不行的 但我覺得水雲就配白味噌多些 好了 我們開火 開最大的火 然後就把適量的白味噌就塗出來 方便起見就用過這些煮麵的篩 方便我們一會兒放一個味噌下去攪拌 有時候我們味噌湯呢 吃來吃去都很悶的嘛 整天的味噌湯 豆腐蜆 其實水雲也是一個比較不錯的選擇 給你去做 就是說不一定要用那些東西 你有水雲的 或者你有水雲剩的 你都可以將水雲去做 即是煮在其他的菜上面 可以拿去炒 可以拿去炸 可以拿去蒸 可以拿去煎 或者就這樣吃 那我們拿去炒 拿去做什麼呢 可以做這個炒蛋 或者拿去水雲 拿去做天婦羅 或者拿去做這個 即是拌在肉裏面 拿去做這個雞球 即是好像大家做的那些鯪魚球那類 用去免治雞肉 拌一些水雲下去 拿去蒸 或者拿去炸 其實都很好吃 千萬不要覺得水雲是一些很難用 不知道怎樣用得完的東西 水雲是一些非常之百搭的食材 跟我們的味噌的原理是一樣的 味噌也是可以千變萬化 是不是 好了 水滾了 一波 滾起之後就可以把這個篩 連味噌放進去 放進去的時候 就把味噌放在這個篩的底部 然後就不停攪拌 這波 為什麼我們要經過這個篩 把味噌硬出來呢 是因為我們想那個味噌 在湯裡面不要形成一粒粒 當然如果你成為一粒粒的話 即是 不是不能吃的 但是第一個味道散發不完 第二就是那個賣相又不漂亮 吃那個人真是忍那個人 又不開心 我們完全把我們的味噌 就 pass through 篩 放在裡面 然後就可以把我們剛才的水雲 這些 這些是我們剛才的 剩下的一半水雲 就可以加進去 撩散去 撩開去 好了 關火 其實這麼快 這個味噌湯就已經搞定了 把我們的水雲 拿一部份出來 這個賣相就會相對好看一點 端裝一點 當然你想整盤 整碗上都可以 給它一點醬汁 一點焊香的白芝麻 水雲在上面 這個是類似青檸的Sukuwasa 不知道是不是這樣讀 不知道就是那些東西 燒青檸吃的時候就可以擠下去 好了 我們就放在後面 OK 那這個就是我們那個 這個就是我們今天其中一個食物 叫做醋水雲 好 出去放下先 麵豉湯呢 將適量倒在碗裡 切碎了的蔥花呢 就灑一點點上去 好了 這個就是我們那個水雲味增湯 這個湯是熱的時候呢 是會帶動到那個蔥的香味 這個萬能蔥我講過了 很香 OK 這個就是我們那個水雲味增湯 好 搞定 我們可以做的 我們可以看的 現在我們可以看的 這樣看的 我們可以看的 有個問題 小店 我就能把你去看的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